F10升级电动尾门 然后它这边的话又按键 那前面的话也有一个室内的按键 在这边 那我也可以开尾门 然后室内按键尾门关 那用钥匙 钥匙开尾门 好,关尾门 F10也可以升级安卓机及环境的功能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环境作动 好,然后切方向灯 好,切另外一边 然后现在是后面的部分 F10升级镜片盲点 然后它镜片的那个图示是在这边 好,等一下会有看到 当后面就是如果说有车 的话 好,你看走过来的话 有没有,这边这边 好,盲点的图示会闪 好,那今天当我们打方向灯的时候呢 好,除了警示灯会闪之外 我们的车里面也会有那个 就是雷达的声音 好,可能要拉进来 好,你会听到嗶嗶嗶 然后加警示声音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店内的那个 测试 好,然后我们等下直接上路 像现在的话是图示在做闪烁 像我旁边有一台机车 那这边的话它就会做一个闪烁 所以当车啊,机车来的时候呢 只是你看过去 好,机车来了 好,会有警示的声音 然后以及盲点的闪烁 好,像现在这样子 好,像现在这样子